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来说另外一个事儿 就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说咱们之前不是说要写这个网络的配置文件吗 是吧,咱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网络配置文件长不长 现在来说一个浅层的网络来说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短的是吧,咱们可能一百来行二百行就搞定 是吧,但是如果说咱们今天要写一个东西 有三十层网络呢,它是一个集点的形式或者说它是一个序列的形式等等 就是说假设说咱们现在要写一个网络的配置文件 这个网络的配置文件特别大特别大,是吧 然后你要怎么写呢,是不是说我这块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上,然后改来改去的,然后那块又复制粘贴再改来改去的是吧 那么这样来说一个是麻烦 还有一点就是说非常有可能出现一些错误 是吧,哪块咱们就忘改了 或者说哪块咱们连着就连错了,是吧 那么咱们这节课就跟大家来说一下 咱们怎么样用代码来把这个配置文件给它生成出来 就是说看这里,我是打开了一个我的IDE 这关于IDE再给大家说两句 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是一般使用什么样的IDE进行一个代码的书写 一般来说我是用Eclipse 就是说Eclipse它是不光能写Java也能写Python 还能写Z++是吧 就是说你想写什么 基本上IDE我觉得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而且我是比较习惯它的界面是吧,它的界面比较整洁是吧 它的功能看着比较整齐是吧 我也用过PyCharm 用PyCharm的时候感觉就是说它的功能有点偏多 但是我能用上的却很少 所以说我更偏向于使用Eclipse这个东西 就多说两句 下面咱们就来看怎么用代码 把咱们需要的网络模型给它生成出来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首先咱们需要导出导进来几个必要的东西 就是说首先你是要把卡币这个东西导进来是吧 那么刚才也说了就是说你要导卡币 你首先需要指定卡币的root在哪里 以及你这个pass 就是说把卡币的pythonpass给它插入进来 然后咱们就要导进来卡币的几个东西了 一个是它的layers 一个是它的parameters 就是说一个是它的层 我们用l来表示 一个是它的参数 它的参数我们用p来表示是吧 然后一会咱们就要利用这个l和p 然后把它这个网络模型给它构造出来 那么首先我先定义了一个这样的函数 咱们就要做这个lenet 就是咱们之前都是拿这个net进行实验的是吧 首先我们看就是说大家怎么做呢 我推荐大家就是说按照我这个代码的格式 是吧直接把我这个东西复制进去 然后你想加什么 就在我这个框架的结构上去加是吧 按照我这个加的加的写法是吧 我看怎么讲 首先这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结构 直接把这行复制过来就行了 然后咱们第一步就是说 首先n.data以及n.label 也就是说n代表咱们这个网络是吧 咱们这个data层还有咱们这个label层是吧 就是说咱们先要指定 左边就是说等号左边就是说你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也就是说能产生什么 咱们这个结果能产生n.data和n.label 也就是说talk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呢后面就是说咱们因为咱们是一个层一个层来结合在一起 所以说咱们就用l l呢就代表着这个层是吧 咱们要写l.data l.data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data层里边有什么样的参数呢 就是说这个data你不能瞎写是吧 你不能说我自己写个名字我叫mydata什么的 这个东西不行是吧 一定是你这个l里边有的是吧 也就是说卡币啊他已经给你实现好这些层你才能用它来用 如果说卡币没有的层那么你也用不了是吧 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样的格式 l.data就是说在这个层里的这个data层是吧 对于这个data层啊咱们要来写一些东西了是吧 我们看这个括号里边的括号里边的就是说咱们这个data层啊它的一些参数了 比如说这些参数啊其实都是卡币啊给咱们设置好了了 咱们只需要按照它给咱们设置好的这些结构啊把里边添参数就行了啊 首先咱们需要指定一个batch size batch size啊是由咱们这个函数啊给传进来的啊 咱们可以等一个2的倍数等于2啊4啊8啊16啊32啊都可以的 然后呢咱们要指定一个数据源是吧 这个数据源啊你不能瞎指定是吧 数据源一定也是说你这个data层它有的数据源卡币所支持的数据源 你才能写进来是吧我们看怎么写p.data.lmdb是吧 你要用这个lmdb啊你不能写直接写lmdb啊你要按照这个格式来用参数啊p代表参数 这个参数里边这个data参数啊data参数里边这个lmdb这项是吧把这一项传给他啊告诉他咱们的数据源是什么 然后呢这个sauce啊这个sauce就是说哎你的这个lmdb啊存在什么位置是吧一个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是由这块啊咱们的函数也给他传进来的 然后啊这块还要写就是说你现在写完了一些数据源的东西了你是不是还要写一些参数啊是吧 假设说你想做一些参数你想做什么参数啊就需要把参数写进来 这里啊这个transform parameter里啊我们需要什么参数哎我们就往里写就好了 比如说啊这里我们需要了一个scale是吧我们scale就是等于0.0039是吧咱们之前算的那个值就等于1除以255咱们直接写定就好了 然后这个ntop啊就是说呃你想因为啊我们看这里啊咱们是得到了几个动向咱们是得到了一个data得到一个label是吧对于咱们这个数据层来说所以说啊咱们在这里ntop要等于2是吧这就是完成了咱们一个data层的书写哎应该没什么太大难度是吧 只是啊按照cate啊给咱们提供的这种像是API的显示咱们通过啊把直接调查的API把这些参数啊输入进去啊就好了 然后啊这个data层完了咱们就要写连着data层什么咱们也是需要按照一个顺序的结构啊就是说啊大家也可以不按顺序的结构但是啊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是吧我还是推荐大家就是说你data完了连什么你就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的结构啊进行往下写是吧就是说一旦你错了你好debug的时候啊也好比较方便的看出来是吧 然后第二个第二个咱们要得到结果是吧就是一个卷积层是吧我们这里用n点卷积啊n点卷积1是吧第一个卷积层 那么第一个卷积层啊咱们就还是用l还是要用这个层给它构造出来是吧我们用ldr啊咱们比如说咱们这层是用来做卷积运算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啊写上l.conlusion然后呢它输入了一些参数是吧它输入什么我们首先啊就是说是要指定它的一个输入是什么是吧 对应的网络的配置文件啊就是说它的bottom是什么是吧那么这里啊它的bottom就是n点data就是说刚才咱们的数据层得出来的结果就是咱们现在卷积层的一个输入是吧 然后后面啊就是说咱们需要指定的一些参数项比如说你的conto size啊等于多大你是一个5x5的你这块就写的有5然后number of output就是说跟咱们网络配置文件里一样啊只不过这里啊咱们通过一种参数项给它写进来了 然后啊你这个权重输入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saviier这格式也可以使用这种高色的格式是吧就是说啊还是通过l.a通过这个层呢咱们把这个东西啊掉进来最终啊咱们就得到了n.conver1就是说得到第一个卷积层 那么卷积层完了对于持化层也一样是吧对于持化层还是按照那些写法是吧只不过说我们持化层的输入什么持化层的输入就是卷积层的输出是吧所以说我们就把n.conver1输进来 后面啊就是它的参数是吧然后参数啊有一点特别就是说咱们pooling啊要选择一种pooling方式是吧是maxpooling还是averagepooling啊这个怎么写我们要用p.pooling.max是吧如果说是average就是p.pooling.average是吧咱们要通过这个参数的格式啊给它写进来哎类似咱们刚才写lndb这个数据员的格式是吧 然后啊这个pooling层写完了就第二个这个conver层然后第二个这个pooling层然后啊其实写法都是一样的是吧我们看其实写法来说都是雷同的我们只需要啊用起来等号左边等于它的一个结果等号右边呢等于它的一个输入是吧按照这样的格式啊给它写好就可以了 然后啊写好之后啊我们看就是啊最终呢咱们啊要把这个东西啊直接返回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啊就是说直接按照我现在写好就是说n.to.proto.txt啊就是说把它呀通过一种图的啊一种proto.txt啊就是咱们刚才看那个网络配置文件啊用那种形式啊给它呈现出来啊就可以了 然后啊最终最后啊咱们就再用这个base.open啊把它呀给它写进来就ok了我们看了就是说咱们写的时候啊咱们不是说需要写一个txt写一个txt吗是吧那么我们txt啊和txt有什么不一样啊 txt和txt唯一不一样就是说txt和txt的数据源不一样是吧我们在这里啊把数据源用一种参数的格式给它写进来是吧然后啊咱们啊就是说还需要指定一个by size是吧这边我就写的比较简单了一个64一个100 咱们啊实际的运行一下看看能不能出这样的结果运行运行完了我先刷新一下啊reflash一下reflash一下有了是吧有了这个啊有了这个叫什么我们看名字是不是能对上是吧就是咱们刚才写的咱们直接来看一下txt的这个我们看啊现在这个就是说我刚才啊通过啊通过代码写出来的这个格式是吧我们看啊就是说代码写的格式啊跟咱们之前用这个 这个prototit啊就是说咱们写的格式啊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区别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啊咱们通过这样的代码啊咱们可以写出来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构是吧一旦来说啊你的网络的配置啊比较长比较深啊一个极连的啊或者是序列化的结构啊咱们就可以通过代码的格式啊来生成这样的配置文件是吧通过代码格式啊一方面来说啊是比较方便一方面来说啊就是说啊咱们改起来也方便咱们用起来也方便是吧哎咱们也就是 也是供大家选择吧如果说大家比较懒啊大家还是可以用这样的格式啊就是去复制粘贴改复制粘贴改是吧也可以啊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呢我推荐大家最好是用这样的格式是吧这样的格式啊一个是看着比较舒服一个是啊就是说写起来啊也是让大家更熟悉比较这个网络流程啊长什么样子是吧那么关于这个网络配置文件写法就大家先说到这里了